美国10月通膨年增率畅下30年来新高 美国领主会主席鲍尔却一再表示 通膨只是暂时性的 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声浪 其中曾经担任领主会前经济学家的罗奇 甚至提出重磅警告 领主会应该立刻升息 否则美国恐将陷入停滞性通膨 罗奇指责美国领主会拒绝承认事实 声称目前的物价飙涨 只是与疫情相关的短暂反弹效应 但是罗奇认为 美国正处于供应链中断的阵痛 消费者需求非常狂热 也使得供需失衡将会持续更久 并且示警美国距离停滞性通膨 只差一次的供应链事件 呼吁联主会与其所表 要动用就动用最具影响力的升息 并且表示联主会越延后货币的紧缩 美国经济陷入停滞性通膨的风险就越大 罗奇更表示 届时他会把责任都归咎在联主会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